我们正密切关注相关动向 当今世界全球金融系统高度关联 美国的银行出问题 绝不是美一家之事 美国硅谷银行事件 已引发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我们希望美方增强透明度 同国际社会加强沟通 把风险到底有多大 后续如何处置 外溢影响如何最小化 等一系列国际社会 普遍关注的问题讲清楚 这是美方的责任 也是国际社会的期待 美元作为国际货币 美国的货币政策 不应指锚定国内经济调控目标 更要谨慎评估其负面外溢效应 我们敦促美方采取负责任的 宏观经济政策 切实稳定市场预期和投资者信心 避免激进政策调整 产生严重负面外溢影响 重蹈2008年金融危机的负责 我们也敦促有关国家 金融监管部门 切实采取措施 保护好包括各国 储户在内的 所有客户的资金安全 中方愿同其他经济体一道 加强宏观经济政策协调 共同维护国际经济金融稳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